顾飞瞪着那姑娘,姑娘也毫不客气地回事,这种场景叫四目相对,这种心理叫各怀鬼胎。 看顾飞一时没有反应,那姑娘正准备再说两句,突然顾飞一点头,好,我送你过去。 姑娘一笑,抬起一条手臂,朝顾飞伸了过来,麻烦你了,不客气,顾飞也笑笑,伸手抓住姑娘的手臂奋力一拉,姑娘整个人都贴了过来。 喂,你,正当姑娘以为顾飞有什么不轨之心时,顾飞须腿弯腰,肩膀顶在了姑娘腰间,跟着身子一挺,已经将她扛在了肩上。 靠,好重啊!这是顾飞扛起对方说的第一句话,这姑娘身材窈窕,绝不会重,问题是出在顾飞身上。 一个法师,虽然已经加了十六级的点儿,却也不过只是个敏捷的法师,力量依旧和出生时一样盈弱,让她来干扛人这个体力活儿,确实勉强了。 顾飞叹息着,换作真实的自己,这么一个妞儿,别说扛了,当书包在手里拎着都先轻。 顾飞心里抱怨人家太重,其实姑娘也不好受。 腹部是人体很柔软的一个部位,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交给她来承担,接受过这种待遇的人都知道这滋味并不好受, 更何况,扛着自己的这法师,明显的力量不支。 走起来,东摇西晃明显脚下半算呢,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过,医疗师距离这里并不远,姑娘咬牙并没有出声,一旦示弱,对方很有可能回一句。 怎么,想下来啊,先把双支回忆交出来。 自己当然是不肯的,所以姑娘也没想着去招着麻烦,忍一忍得了。 姑娘所撩不假,顾飞原本就是这样想折磨她一下,路径,咱可以绕远道啊。 但现在,人一上来,顾飞差点就被压扑接了,只后悔自己对游戏判断不足,这会儿别说绕远了,自己也是巴不得快点到达终点。 游戏中有专门的辅助职业,牧师,医疗也不过是辅助技能中的一种。 这专门为游戏中的新人免费提供医疗的医疗师NPC,就在离牧师学院不远的地方。 初级玩家都是很穷的,等级过低也导致还没有什么人拥有可以疗伤的本事。 因此,伤势过重时都只能选择赶回城中医疗师这里治疗。 这里所谓的过重的伤势,不是指平时战斗中的HP下降,那种只算是小伤,只要离开战场自己休息一会儿,伤势和HP都会复活。 而重伤下降的就不仅仅是HP,同时还有HP的最大值。 这种情况即使坐下休息也不可能复原。 更重要的是,这种伤势疼痛会一直伴你左右,这是玩家们更不忍受的。 这直接导致医疗师的周边地区除了伤与痛,就是血与泪,说是哀嚎遍地是一点也不夸张。 这种地方,当顾飞扛着的姑娘从巷道里摇晃着出来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种场景太寻常了,来这里疗伤的重伤号有一半是被儿抬着过来的。 好不容易找了个落脚点,顾飞朝前一望,熙熙攘攘的人群比法师学院卖骚扰的还有热闹。 当即回头对姑娘说,到了,你在这儿排队吧,双肢回忆还我。 好多人在看我呀,姑娘眨眨眼说,美女走到哪儿都会受人关注,虽然这里的人个个都痛得呲牙咧嘴,已经没心情有非分的想法, 但利用欣赏美女来转移注意力,减轻疼痛,这可是三国时期的官二爷刮骨疗伤时就用过的方子。 虽然人是下棋比较高雅,但欣赏美女同样也是一门一一树。 顾飞却丝毫不为所动,摊开手掌冷冷道。 拿来。 真的有人在看我,你看那里?姑娘很着急,音量也随时提高,一边喊一边朝某处一指。 本来没人在注意这边的,听她这一嗓子,也望了过来。 结果望过来的这几人眼睛突然一亮,快步就飞奔过来。 在这片场子里,找这么几个行动利索的家伙,可不容易呀。 果然是你。 五个人一边走近,一边加快了脚步,顾飞还不明所以的时候,五人已经来到身前,怒目而视。 顾飞不认识他们,他们瞪的也不是顾飞,但是那姑娘一个举动,彻底转移了五人的注意力。 而他抓住顾飞的一条手臂就狂摇,一边摇还一边喊,哎呀,被他们找到了,快跑。 想跑?五人动作迅速转眼就是以小包围圈。 靠,又上当了,顾飞已然明白,眼前这几个家伙也是吃过这姑娘苦头的,正苦大仇深的没点报仇呢,自己一个不小心,被陷了进去,被当作是同伙了。 大家不要慌,我和他不认识,一点也不熟。 顾飞连忙解释。 不熟?我的匕首怎么会在你手上?一个人吼道。 匕首?顾飞一睁,才留意到自己手上,姑娘用来砸他的,她用来飞过姑娘一刀的,后来被拔出来后就一直拎在手上的。 这匕首,顾飞只知绝不是双支回忆,但还没顾上细看,此时一瞅,怒之嚎叫,攻击伤害比双支回忆还高。 此外,伤害加百分之五,攻速加百分之五,整体比起双支回忆颇有些不如,但同样是初期难得一见的极品。 顾飞明白了,这匕首肯定也是这姑娘从人家手里不知怎么骗来的,但要命的是,她现在在自己手里。 刚才她晃自己手臂,就是要让对方留意到自己手里的匕首。 这匕首不像双支回忆那么特点鲜明,但只要注意看,还是可以认出,更何况对方是匕首的主人。 自己被算计得无险可击,此时已是百口莫辩。 快,杀出去! 姑娘高声吆喝拉着顾飞就朝前冲,这样反而形成了二对一的局势。 对方人多,当然要过来支援。 结果左右全部露出空档,那姑娘瞬间甩开顾飞的手,一个闪身已经从右边空隙钻了出去,头也不回地一路快跑。 嘴里一边喊着,男左女右,一会儿老地方见。 顾飞苦笑,如果她早给自己打个招呼,顾飞也能像她一样脱身,毕竟她也是以敏捷见长。 但她这举动显然就是把她丢下来当替罪羊。 什么男左女右老地方见,无非是让对方更相信她是她的同伙。 看她那敏捷的伸手,腿显然已经好了。 只是当借口把自己骗到这个地方,然后招呼她的仇人来对付自己了。 这死丫头正是被她狠狠地摆了一道。 姑娘快速逃离看病广场,在城中巷道里穿了几个来回,终于把对方五人钟分出来追赶她的二人给甩掉。 像是突然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样,姑娘一屁股坐倒在地,抬起自己被顾飞扎伤的小腿一瞧,血早已经浸透了绷带。 姑娘咬着牙将绷带从伤口上撕开。 心里暗自诅咒游戏在某些方面搞得这么真实,有些地方又违背常理的可怕。 居然说自己好重,那个死法师姑娘暗骂。 从口袋里掏出新的绷带,将伤口重新包扎了一番。 如果一直静止不动,这绷带也会发挥它疗效,将伤势复原。 但这毕竟只是最低级的绷带。 等级越低,治愈伤势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在看病广场那里,伤势还远没有好。 不过嘛,为了这难得一件的极品匕首,忍着痛,跑这么远也值了。 真没想到,游戏初期就可以有人打到这么好的匕首。 这可比那个什么怒之吼叫好多了,不过自己也得要快些出手。 这种初期装备越往后期,价钱只会越便宜。 姑娘想着,扶着墙站起来,一蹶一拐地朝她的目的地走去。 交易行和拍卖行一样,交易行也是玩家出售物品的所在,但两者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拍卖行,是由玩家交付一定的费用后将自己要出售的物品标价,由系统代售。 在玩家要求的时间内,看中物品的其他玩家竞价,最后由出价最高者所得。 而交易行真正的作用在于,这里可以用现实货币进行交易。 网络游戏发展到今天,虚拟物品卖出骇人的真实货币价格已经不是新闻。 对此游戏公司也并无意义,但由于交易渠道五花八门导致安全性一直偏低,所以这次平行世界直接在游戏内提供了一个现实货币交易的平台系统。 在交易行里,摆设有数台电脑,用这些电脑可以直接通过游戏的主服务器连接外部网络,正是方便买家利用网上银行支付现金。 而卖方需要将自己出售的物品交到展厅之后,自行设定价格,并提供自己的银行账号。 一切妥当后,信息便会传递到网上。 买方既可以在网站上查看信息,同样也可以去展厅参观实物,确认要购买的物品后,通过网上银行支付买金。 汇入到系统账号后便可去展厅取得购买的物品,而系统会在此后将买金汇入卖家所提供的账号。 这和一些交易网站的交易模式是一样的,但现在由游戏公司亲自出任,安全性和可依赖度自然大不一样。 姑娘来到交易厅,将双支回忆交到展厅,开始在电脑上设定作息,在提交了自己的账号后,进入了最后的设定,价格。 由于游戏实在太初期了,市场之类的连点萌芽都还没有,姑娘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判断价格。 这把双支回忆绝对是目前游戏里顶尖的武器,这个数字不少人民币战士应该不会拒绝。 姑娘想着在键盘上输入了五万,深吸口气正准备敲下确认,旁边伸出一只飞快的手,敲在了ESC键上,取消了方才的操作。 姑娘大吃一惊,转过头来就看到了顾飞那张似笑飞笑的脸。 这东西你准备卖五万块啊? 顾飞很关心地问道。 谢谢大家。